你放过什么大机会吗 我啊 我当年是退役完了后就拍了第一部电影 叫《我的美丽相酬》拿了奖 我身边几乎99%的人都说 你现在有个这么好的开始 就应该往这条道去选择去做你的演艺的生活 包括张国荣哥哥说 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收你做徒弟 就是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但对于我当时的想法是说 我运动员出来在社会里面里面 其实没有是空白的 包括我的学习 包括我所有的这种知识含量 然后所以你上学 所以我就选择了北大去进修 然后就放弃了这些 所以也是你当时做的选择吧 我一个我挺大的 当时做的选择挺逆流的 就像他俩一样 他俩现在做的选择也挺逆流的 也不是啦 我们内心就是特别喜欢这种山水的地方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梦想 就是自己内心有一个目标 有一个想法 尊重自己内心出发吧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 是的 所以你们的这个荒毛线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我鼓励 对对对 也鼓励自己鼓励别人吧 我和璇其实是健身友 在训练上最懒的人叫刘璇 叫刘璇 然后我们就天天鼓励他 说璇你跟我们一块练吧 后来璇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太打动我了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 你们又练不过我 然后后来我们就跟璇说 我说璇你来一下 让我看看 我怎么练不过你 然后我在那块还吓腰呢 我们还在这儿 比方说这块有个杠子 我们还在这儿压腿呢 然后璇姐说 哎呀 我已经半年没来了 没事 我先拉一下 这儿强一扳腿 卡 就这样呆 直的是吗 我说 以后并不欢迎你再来了 我说以后有什么 火锅局吃了局 请告诉我 雪儿 你做了个啥 我做了个腿 挺好的 你看我做了一片这儿了 你太厉害了 你回家可以就是花毛线啊 我先把我的作品拍下来 看阴天色彩仍然很艳丽 好嘞 然后再给你们三姐妹拍一张 三只蜗鸟 到了 应该就是这儿 一根面啊 一根面 你好 你好 您这是做什么呢 做米塞爬 在米塞上爬 你给他感受一下 我可以吗 可以 给我一个 来来 王上咱们一块 这是揪一段下来 是不是 对 然后呢 这个就慢慢地轻轻地 这样 这个又慢慢地轻轻地 这样过去 技术活 对 就这样慢慢地 没有那么容易 你还可以 哦 好饭 慢慢地 你好饭 做得这么好了 咱们吃这个一根面 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了 一根面不一样 一根面是咋样的 我去看看 妹妹 我想吃面 好的 一碗一条面 一碗一条面 这我们说这样一个特点 就整整一条 一碗就一条 右面又是长寿面 长寿面 对 有没有最贵的 没有最贵的 都一样 所有都一样吗 对 能不能加料 我给你加几块骨头吧 好 我们要四碗最贵的 好 好不好 好的 我们待会儿来人 那我在门口等着 好 好嘞 妹妹啊 在高外比赛排 好的